这是什么比赛 让许欣秀起了转身接球 之后却堪告的滑倒在地上 把广告牌都给撞飞了 这是在2010年的亚运会蓝团半决赛 这时候的许欣年仅20岁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 而她的对手却是日本的主将 水谷孙 没有想到年轻的小猛 竟然打出了出道之战 赢得满汤客赛 下面我们来看看许欣是如何用技术 打梦水谷孙的 第一局比赛上来 许欣就展示了自己出色的技术 一个张继科班的反手打直线 2比0开局 许欣继续正手发力 3比0 这时候的许欣年仅20岁 还是一颗蓝蓝升级的星星 打法犀利 求风华丽 这一次的亚运会呢 也是她崛起的跳板 正是这一年之后 让许欣彻底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成员 许欣正手再发力 5比2领先 水谷孙根本招架不住 许欣7比2 漂亮 两人打出了多怕的香车 徐欣不断扣杀 水谷孙也在建立防守 但是最后还是小猛一锤定音 8比4 解说当时是这样解说的 来自徐州的中国小将 许欣这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小将 许欣继续搏杀 9比5领先 水谷孙感觉有点感到 接球暖面无力 许欣就是 大力搏插 10比5 水谷孙也是非常的顽强 不断在追分 这一个差点球追到了9比10 徐欣拉球15 1分来到了10平了 这下压力就来了 关键时刻 小马又是倒入的中客 拉到了局点 最后水谷孙拉球15 许欣12比10 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许欣上来又是一个犀利进攻 1比0 水谷孙当时是日本决队的主力 并且前一年的中国分开赛 他还击败了张继和多冠 世界排名也挤身于世界前十 纯实力比当时的许欣还是要强的 两人开始打得慢慢交阻起来 逼分买到了3比3 第二把白短 第三把脱长 许欣打了 两人继续将车逼分 从4比4一直到7比7 徐欣的失误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毕竟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水谷孙的正手确实是弱点 这样简单球也打不丢了 8比7 随后两人打出了本场最精彩的一球 徐欣退台防守 不断挑高球最后一个极限的反拉 逼迫水谷孙失误 连解册员都受不了了 9比7 20岁的许欣就能够有这样的防守 所以后面成为大马 也就不奇怪了 或许啊 这就是天赋 徐欣有点打嗨了 对拉之后 直接转身反高球 水谷水扣杀对角 徐欣接球后直接滑倒在地 踢费了广克红板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这也是成为了徐欣后面的名场面 估计大马赛后看到 都会像之后那样说那句话 别报道出去 太丢人了 9比8 是别报道出去的 是太丢人了 不过随后的徐欣开始进攻了 连续的拉球得手 再拉两个局点 再拉反手 最后又是一个精彩的报告 11比8拿下第二局 观撞都沸腾了 第三局 徐欣上来就是进攻 根本不讲任何道理 2比0领先 拉住 许新不着急 水骨笋是利用八球下 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素质修养 包括 这种心理的长的是可以有的 不过水骨笋落后两局 也要开始改变打法了 你看这个横拉的球完全就是一条弧线 徐欣3比5落后 徐欣又是一个漂亮的队拉 这个中远台把血骨笋刻得实实的 比分也追到了5比5 徐欣继续来加强进攻 各种横拉的技术操作 八比5里先 水骨笋有点招架不住了 各种非常规的街球 9比5 他去顽强的抵抗 因为现在基本上 现在水骨笋的 这个希望啊 机会啊 可能 而许新的势头 哇 还有 许新还有 连续正球 啊 两人又是多拍的相识 这一次 徐欣没有拉球上网 被水骨笋追回了一分 小将面对这样的对手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漂亮啊 徐欣又逼迫水骨笋退台 他的每一板攻击 球迷都在露虹 10比7 拿到赛点 可以说球迷绝对只会票敲了 年轻的许新打球 观赏性更高 太强了 许新一个快速的队拉 11比7 拿下了比赛 或许连水骨笋都还是蒙的 这球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现在和日子的比赛就以2比0领先 我们稍后 要保住 补养